甲青話公司被查獲所販售的炒米粉使用過期原料 新北市消保官上午跟甲青話公司延商之後決定 消費者如果在3月21到4月8號間有購買他們的炒米粉 就可以拿購買發票或者憑證到購買的店家辦理退款 退款之後也可以再以傳真、郵寄或親自拿取相關單據等方式給甲青話 來取得等值的賠償金額